民眾黨創黨元老 網紅大媽老司機 朱慧龍因為爆出檢方約談他時 透露柯文哲疑似把募款經費 轉入募可公司引發軒然大波 儘管民眾黨嚴正否認 事件人持續發酵 大媽好友前立委蔡壁如這樣說 蔡壁如朝檢方開砲 不過黨內對朱慧榮 罵聲連連 邱佩玲臉書暗酸 要在政論節目中求生存 可以諒解 只是可否多點良心厚道 陳志涵也批有些民間友人 在柯文哲有聲勢時趨之若霧 失事時就詆毀造謠 沒想到現在朱慧龍自曝 受到中評會通知 以節目發言傷害黨為由 要求他到場說明 但他強調自己不會出席 更不排除自行退黨 我覺得他一定有一百種方法 可以跟他溝通 那最差的方法我覺得是透過這種臉書 在這裡我也要歸圈朱慧龍不要再說了 勸朱慧龍收口別再報 但網紅四叉貓 查詢政治現金平臺發現 一月十一號柯文哲 最後一次募款政治現金明明還夠用 卻持續要小草捐錢 柯文哲在發文的時候 他們的餘額還有五千七百多萬 最後餘額還有六千多萬放在那邊 所以柯文哲根本就是夠用啊 那硬要選前兩天這樣割一波 還沒釐清柯文哲選前割草行徑 再度印發話題 三地新聞黃新城廖品鈞台北報導 煮的人黃新臉李夥瑪 dinosaur 雲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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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